由于当初中拆展会市场还有几天就将关闭,而要贡补到参赛名单,也将在明天到月26月截止。 所以,一出意外,这四名外援,就将是恒大新赛季要贡的外援阵容。 而此前传说的东西外援三大怕脱,将彻底与恒大无人。 除此之外,恒大34岁的贺房中间彭肖亭,也在此逐选了恒大新一期的要贡名单。 由于要贡补到参赛名单,将在明天截止。 这位恒大名副其实的光星抗将,也恐怕彻底无人心套戏的妖怪。 2003年,明景18岁的冯肖亭,就日选了国家队。 此后,他一直都是国家队的常客,几乎每一任国族主帅都会将其张力归下,堪称是中国足坛的长期术中后卫。 冯肖亭先后效力过大连玉藤,四川贯城,大连石德,以及韩国大圈FC和前北县代。 而他效力时间最久的俱乐部,无疑是广州恒大。 自从2010年恒大采创时期开始,他就加盟了广州恒大。 直至今日,整整有八年之九,是恒大名副其实的八朝元老。 冯肖亭几乎见证了恒大所有的高官时刻,七次中超冠军,两次要冠军,以及道道小小如数次冠军奖杯。 他可恶为恒大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没想到,荣誉本身的他,却挽绝不饱。 前不久的揚州杯四分之一决赛队这一软队的比赛中,他出现了人正的低级失误。 直接造成了国族的失求。 赛后,他不仅受到了主帅李平的批评,而且还遭到了恒大队内队的惩戒,并把他吓唤到了恒大立队队。 原本以为,以冯肖亭在恒大队中的重要性,恒大重要作,只不过是要在外界媒体面前作作乱子而已。 相信日久之后,冯肖亭一就会得到恒大的重新体育。 但是,现在来看,随着许多青年谭俊的引进,以及恒大新赛季铁了新要对阵容进行混血, 八朝人老冯肖亭,恐怕注定要渐渐带出恒大的主力阵容。 新赛季,冯肖亭或许还能在中差赛场上获得一些机会。 但是,由于兴肖亭被网民、文立民的家门,以及比他更年轻的能够的商业付出, 他铁定天文楼横斗的板凳球员,而至于妙购比赛,他恐怕更是将彻底无缘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热州背对这一脑的那场杂招的比赛,成了他执意生涯的一个至暗时刻, 也成立他在恒大从高官走向内落的一个转折点。 想到他在恒大曾经创造的无数辉煌,也不免叫人嘻嘻叹息。